本節目內,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大家好,歡迎來到今晚的一級創馬方程式 Simon,星期三馬會公佈了12月10日舉行的浪琴彪香港國際賽事入圍名單 今年入圍,跟大家預期差不多 但是外隊整體好像沒有以前那麼升降一陰 沒有了澳洲,有六個海外國家有馬來跑 日本、法國、英國、愛爾蘭、美國那些馬都有派來跑 日本也是香港的常客,看看他們今年得到什麼成績 我記得有幾年,龍王、富士山、新寫實派 無論旅王杯也好,國際賽也好,都是來禁錢的 滿樂士的還有一隻 再舊一點還有榮進補題 大家對榮進是最熟悉的,都是由那時候開始的 還有外例數碼 好,不如我們說回四場賽事有什麼馬入圍 先去香港短途錶 這場賽事是1,200米,總獎金1,850萬 香港隊代表也有很多隻 包括紅衣醒神,幸運如意,幸福指數,奧斯卡,華欣廷,新力豐,有德威,還有一隻偏偏 咦?但配搭上大部分都跟榮賽沒什麼改變,但好像潘頓有點不同 是的,唯獨是借幸運如意,因為幕後可能想換回報名執薑 潘頓初步就答應了日本代表每月一回去跑 每月一回,這個名字挺有趣 對,你想到其他東西可能 好,外隊馬有什麼呢?法國代表有隻福嘯,上季來香港參戰 那場賽事都是有點受困之下輸回來的 另外法國代表還有一隻正確人選 英國代表有隻空心石人 美國代表有隻狂暴不羈 然後日本一對,唐吉快跑和每月一回 日本代表就不可以看笑 因為近年,就算以前有說大震撼,2000米很厲害 大致龍龍王出現之後 就發現日本的短途馬都相當不簡單 其實亞洲區來說 你說香港、澳洲和日本應該都是山頭居馬來的 跑短途賽 沒錯,因為始終一來訓練的方法 我們大家都摸熟了 二來大家屠情上 比較集中在中短途 變成大家有能力把馬練得更加好 所以對比歐美方面 短途都是我們這邊的強項多些 一里錦標,看看有什麼馬入選 一里錦標跑1600米 獎金達到2300港元 香港九尺代表有什麼馬呢 美麗大師,喜連掌聲,泳彩繽紛,壯絲飛,四季王 馬上發財,美麗傳承,川河補區 以及剛剛補選的西方快車 西方快車幕後都很想跑,難得補進去 當然開心 對呀,大家應該集中力放在美麗大師 因為對上幾場都是追少少回來 又好像不是那麼有威脅 另外當打,當起的馬就是四季王 大家對他也有點憧憬 因為那批舊馬大家都熟了 我反而有憧憬是喜連掌聲 因為他跑一里錦標預賽那場 直路他出頭先,最後被四季王過頭 我覺得那場發揮 如果留後一點衝會更加好 早一望空 看看這次連馬斯和騎士 會不會變招出擊 至於外隊馬,英國有隻梁峰輕鬆退出了 所以西方快車入選 至於其他外隊馬 日本有一隻神燈光照來過香港跑 另外英國有一隻電擊長矛 法國有一隻叫延出必行 愛爾蘭派出了一對癡馬 分別是轟炸大戰和果尖卷 一對癡馬有少少讓磅優勢 但現今國際評分角度 癡馬要贏紅馬甚至閹馬 在一里就很難 反而過往大利來、蕭瑤菊等 都是癡馬身分贏香港國際賽事 反而我在想 惡白人派了一對馬 就是轟炸大戰和果尖卷 這次的手馬來香港 這麼多年來算是比較多的 可能見到澳洲代表都沒有出 位置自然會多些 可能想找大軍提款 好 到香港盃 這場獎金最高 有什麼馬參戰 總獎金達到2500萬 先說香港 這場只有13個代表 有4個在香港 包括明月千里、天才、馬克羅斯和創世紀 香港始終現在2000米 都是一夫當急關的格局 即是明月千里 不同以前 威爾頓後面還有些加州萬里 好像幫忙 但是希望 還有一隻軍事出擊 以前 但是明月千里 他也是真正的TALK G1馬 看看他能否衝擊這麼強的對手 那倒是 上季因為傷患 就不能跑 所以遲到下半季才復出 其實表現一直保持很好 預賽那一場 就有個快披繩 贏馬 今場都有馬克羅斯 正常來說都應該快 講完香港代表 其實日本馬都幾多馬入選 包括新寫實派 這隻女王杯盟主 善德福都來過香港 跑過好幾次 另外還有一隻叫醒目層次 新寫實派 今次都是配莫雷拉 變成這場莫雷拉 都是騎回日本代表 馬克羅斯 暫時配潘頓 至於其他外國代表 英國也有三隻 詩仁之然 妙聲傳承 還有一隻金法鞘馬 英國的馬始終跑 中場人途 實力就會高一點 這些代表 大家再看看他的賽職 以及適應水土方面 有沒有問題 其餘代表 剛才說過 惡白人也有一對馬 多維小城 和戰爭政令 另外 法國有一隻更凌駕 沒有記錯來過香港跑 這個 蓮馬斯鮑哥連 大家都很記得 以前有一隻天鷹奧場 來香港差不多來了七次 有一次退出 加起來也來了六次 天鷹奧場 雖然成績上不會突破 但他每次都輸得很近 證明這個蓮馬斯 可能對這個跑毒都很熟悉 那手馬 可能適應性方面 比其他人好 看看香港平有什麼參戰馬 香港平總獎金 1800萬 2400萬 香港其實歷年也是 除了原居民和多明利之外 基本上是長期捱打的 在這場賽事 香港代表也都遼遼可掃 三隻 有隻英雄 喜連彩星和大鴻圖 都是2400米黃太牛杯的三大熱門 但今季表現上始終好像飄忽少少 反而過往這場賽事 英國法國那些馬都成績不錯 但今年愛爾蘭也有多少馬來跑 高地之母 愛達河洲 大轟動 還有一隻伊士華 可能因為始終沒有了澳洲代表 不過澳洲代表都不會跑這個什麼 反而沒有了德國 沒有了德國 難得有這麼高的獎金 當然是把握機會過來 其餘 剛才說過法國和英國厲害 法國有隻公心餘焚和王族統治 就會入選了 至於英國代表有隻化學能量 單山高敵 另外是來電管家 英國馬都是實力頗強 另外還有一隻日本代表 東盈羅勒 看看這隻日本馬 我沒有記錯 上年李建皇官都是贏2400米 看看這次情況如何 可以回來 講完海外賽事 兩個禮拜之後 大家就會看到這堆漂亮馬 陸陸續續會在這個禮拜開始 看到一些馬會來香港 做一些適應或者操練功夫 說回香港的賽事 明天十場賽事 八草兩泥 草地賽事會安排在私跑道舉行 私跑道也是近年用得比較多的跑道 數據上也比較多 數據比較多 上次用這條跑道10月14日 看看上次的私跑道情況如何 那天跑了七場草地賽 三場泥地 逐場說說 第一場五班千六米 頭三段被標準時間快了0.98秒 即9線8 早段哪一隻馬快 聲心英雄 諾斑那隻 曾晴 還有一隻天狼星都快 反而羅庫全馬房那隻喜之星 沿途放在中間 直路一泵上來 押過了那些非一般 人間尋夢 贏到冠軍 另外那兩隻馬 一隻放在前面 虧少少形勢 一隻初出突解的人間尋夢 都追到第三名 都是用一里來做劃分點 就是千六米以上的路程 比較利追 如果千六米以下的路程 私欄就比較難 留得太后可以追到上來 其實你看看那天七場錯事 你就看這個表 其實贏馬的沒有哪隻追得到 對 大部分放頭馬 其實表現相都不錯 對 到第二場 四班千二米 為什麼放頭馬好 因為慢放 有隻駕穴和獻劃 在前面慢放 頭那三段 比標準時間慢了 1秒54 這條片 大家都看過N多次了 為什麼呢 放眼糧和盛勢 在後面塞車那一場 對 是的 但是他們兩隻馬 再出的表現 就不太好 很明顯就是 跑到形勢之助做出 對 帝勝之星 恰如其分 放在前面走 拿了第三名回來 到第三場 四班千八米 步速 頭四段 比標準時間快六線 哪隻馬快 趙慶惠惠 反而梁家俊 都放得比較快一點 自己放頭 但是最後 都捱到第三名回來 反而 皇帝告令 今次抽外檔 沿途走三位之下 輕鬆趕過保證保贏馬 也是 1600到1800的賽事 守著五六位 很好追 如果要一口氣 從頭到尾 沒斷擺脫對手 就有點困難 第五場 四班千四米 哪隻馬快 美好家園 頭三段 比標準時間 稍快 兩線路 他自己放頭 最後都捱到第二名回來 反而上乘上升 因為一檔的關係 沿途就附在美好家園後面 轉回入直路 移出一聲 趕過美好家園 至於開懷大少 這隻馬厲害 十三檔 沿路三疊 最後追過第三 成績都相當好 沒錯 如果熟讀了跑道形勢 大概就知道 那天的圖案是怎樣 這些就是簡稱 我們叫AT馬 跟當日的形勢相反 再出當然很有跟進價值 第六場 大家可能要留意 因為頭三段 比標準時間快了七線半 哪隻馬快呢 經典帝國和彩褲 自己放 放得都比較急 變相後面那些馬 這場可以蓋一下 直路 龍船鼓響 從內蘭捐上來 贏了馬 勝利導航 和怪獸家長 褻住位跑二三名 都是一場典型 你蓋的賽事 龍船鼓響實力相當強 後面的馬 整體水準都可以 是 到第八場了 三班一千米 原本 就是放頭那隻 美麗王牌贏的 不過 很可惜 最後那五十米 腳有事 最後就隔著中點 益了這場 勝進區 沿途留在後面 一擠就過了 運場同志 跑第三名回來 演出也繼續準 那一千米賽事 又要修正 大家熟讀的情況 因為它是沒有彎轉的 不可以用其他路程去衡量 但是這場值 一看一看就是 那些檔位 整體都是外檔 是相當有利 因為始終那邊的場地 跑得少 草地比較綠 地化那邊 會用力比較少 反而反過來 為什麼外檔會好呢 跟前走未來王牌名 但是那一場 如果你看一條片 正按得程 上網空的時候 就泵了一些馬去內蘭 令到外面稍為空 所以後上那些馬 可以駁到位上來跑得好 然後就到 尾場 三班千四米 你看回 頭三段 比標準時間快了三千七 哪隻馬受益者呢 其實帝豪寶寶的受益者 勇霸神區 雖然他賺了形勢 但是 他那一場跑法有少少糞 我覺得 他又不頂一帝豪寶寶自己放 反而留著跟馬走 其實跟馬性有少少違反馬性之下 輸少少給你帝豪寶寶 因為上季贏過你兩局 這局就被人反先了 世界紀錄厲害 後上跑第三名 再出就立即保重 是的 那斯蘭 始終千四米 一出閘 不是很快就轉彎 差不多有二十幾三十秒時間給你 你可以看到 譬如九檔六檔 你要切入一二位 他們都是有些時間的 所以檔位的偏差上 就不會很大 但反而跑法 可能就主宰了 那一場的形勢 可以回來 那跑道形勢跟大家講過 第二節我們會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各自的兩場心水推介 稍後見 一出閘的朋友 就會有專人提供發展基金給你們拍片 咦 那不是還有機會讓我上位 真心補得輸嗎 喂喂 師傅 快點來參加啦 快點來參加啦